留下的 市府地下一樓的员工餐廳 有新一區小確信的稱號 中午不到十二點 员工餐廳排得長長人籠 高價時代在台北市一樣煮菜 四樣配菜 還有白米飯 百雲油找 不只市府员工 附近上班族也常來用餐 但爆出換老闆經營後 傳出了欠款爭議 五月九號會在一個簡訊 就這樣子被踢出 服宴餐廳 而且背上一個帳戶 業務交接不清的 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在服宴餐廳我從不碰錢 何來的帳目不清 秀出手機訊息 被告知不准再進餐廳 爆出爭議的市府 第下一樓員工餐廳 2022年因為疫情成本 承諾商提前解約 由牛肉麵紅石附近团队接手 但2023年4月 近团队認為收益不如預期 金權益主給富商陳萬天 但才一個月 就爆出了一級主管人士大風吹 是尾款的491萬多 用各種理由 莫須有的這個原因 說他不付這個費用 所以目前裝修廠商已經提告 不止裝潢費 以套採購費也激欠廠商 遭控富商陳萬天未接聽電話 餐廳臉書回應 反控欠款的是前進一團隊留下的 有關本府地下一樓員工餐廳 私權糾紛 目前已進入司法程序中 本府也會持續追蹤 務必要求福宴公司必須妥善處理 市府表示將督促餐廳 合約期間確保員工餐廳用餐 權益不受影響 若出現勞私糾紛 北市府勞動局將主動進入了解 三雄貴雄受此養太無道